缺端共修的学员,大家好 今天我们是华严经200问第84个问题 也是我们开始一日三卷经的精进送念的第二天 经过我们昨天的适应到今天 相信大众已经慢慢习惯这个飞快的速度 在这个密集的送念当中呢 一定要保持全身心的专注 或者一个闪神,一个打妄想 我们就会马上就发现跟不上 那但是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 我们每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练习自己 一直能够身心的专注 那这个呢,其实跟禅修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禅修要修得好 身要放松 心要专注 身体放松 是保持不要紧张的状态 心要放松 但是呢,心要专注 但是呢,不是要让我们变成神经兮兮 所以呢,这叫做不爱 没有障碍的状态 叫做自在 那自在是怎么来的呢 自在就是长期的三昧的状态 所谓一行三昧 于一切时,一切处,行住坐卧 都能够保持这种 没有杂念,没有妄念 始终一心不乱的这种品质 渐渐的你就会开始 让你的生活随时都在这个三昧的状态 所以我们先从共修来练习 这样子的专注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在平常的生活 也能够心不散乱 意不颠倒 渐渐的你就可以成就这个无爱的作用 那这无爱呢 有十种面向 在这里我们谈到了 其中第二种 叫做国土无爱 所以从一切岔入一毛孔 无爱用 我们有这样子的一种 无爱的观念 那这个在空间上呢 我们也能够突破 原有的既定的这个观念 就我们昨天讲 一切岔做一切岔 一切岔做一岔 就是到哪里去呢 我们都保持一个清净庄宁的心 谁处都是净土 那第二个呢 一切岔入一毛孔 这在讲大跟小的突破 我们以为这世界很大 那毛孔很小 那这个世界呢 有多大 其实它也不过就是从我们的心 所成就所看到的 所谓的一粒树中藏世界 半生当内主山川 我们常常说一杀一世界 一叶一围尘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从一个小小的世界当中呢 可以看到广大的世界 那现在呢 很多科学家在做探索 发现这个整个世界的元素 它可以不断的 不断的分析 不断的到最后呢 发现剩下量子的这个最小单位的时候 整个世界啊 其实它是统一的 都是以空为根本 那我们不知道了 原来空可以神妙有 所以一粒树中藏世界 那这指的是 我们这叫做 大跟小之间是无障碍的 那我们要怎么样达到这种无障碍 那要透过实际上的修炼 跟我们的体会 你才会知道 什么叫做大小无碍 如果我们对于一切万法 没有如实的观察 也没有真正的去体会到这种无碍呢 就会有一种执着 什么执着 所谓的法直 那这个法直是什么 把这个虚假的一切的现象 作为实有 所以以法为真实 那一切法呢 其实它的本性是空极的 我们却不能够理解这件事情 所以呢 三界为心万法为事 有很多人 唯物主义的人 他没有办法理解这件事情 但是呢 透过科学的分析 他可能渐渐能够接受 物质界 它是可以到最后还原成很多种元素 但是呢 在三千大千世界当中呢 我们看到的很多地水火风这些形形色色 其实很多人还是很难理解 什么叫做变化 什么叫做互长互用 那这是需要慢慢的去体会 而不是你相不相信这件事情 所以佛陀呢 他其实没有强迫我们一定要接受佛法 这是变成一言堂 你都不可以有任何的意见 或者说只是要我们如实的去观察这个世界 那当我们呢 能够没有其他妄加的这个执着 或者是戴上有色眼镜来看待这个世界 你真正用心的去体会一切万法的本质 你去如实的观察的时候呢 你慢慢的就会理解这种小大无碍的状态 所以也不着急 我们现在虽然知道有这个佛菩萨无碍的作用 可是如果你的现实当中 没有办法产生这种如实的观察 你就要先从禅定当中去体会 那慢慢的我们就会发现 当自己的观念越多的无障碍 你的心啊 就会越来越能够体会 什么是菩萨讲的小大无碍 好那接下来呢 第三讲 知一切差无有尽无碍用 一生结家夫做 充满一切差无碍用 好那我们刚刚讲到的呢 是看到好像是跟自己没有关系 这个是世界 世界上的这些元素呢 互相的融色 你能够理解 那再来从第三就讲到空间 空间是无从 从从无尽的 那这个无有穷尽呢 其实我们在看 夜赌明星的时候啊 你在探索这个世界 也大概知道 这世界呢 是比你的想象还要广大许多 甚至于我们现在抬头 仰望星空 你看到的这个星啊 可能已经不存在 在现在这个时空 它是亿万年前的光 传到我们现在的肉眼 那接受光呢 可能这个是以前的 这个过去久远节来 穿越而来的一个光 那我们现在呢 已经慢慢能够了解 这光跟光的传达 是有时间上的差距 那同样的空间也是 我们现在看到的远跟近呢 有时候是一个假的一种现象 那事实上到底有多么的无尽 到现在呢 还是没有答案 那再来呢 我们就更难理解的是 那有我这个人 从自己的角色定位 你怎么样能够跟这个世界来互动 所以一生结佳夫作 充满一切唱 那这个就开始更匪夷所思 因为跟自己有关系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譬如说我们现在在礼佛 礼佛的时候有一个际语 叫做能理所理 星空极 感应道交难思义 我此道场如地珠 释迦如来隐现中 我身隐现如来前 头面皆足归命理 光是这一句呢 就已经很难想象 就是释迦牟尼佛 所有的佛 在我们在礼佛的时候 这佛呢 他已经到我们的眼前 到我们的身前 那身前 其实我们一般人呢 就是礼的是佛像 你怎么能够知道 佛的真身在哪里呢 所以这是第一 第二呢 那我的身又能够 顶你十方一切的佛 到佛的面前去礼佛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叫做 自己一身化身为千百亿 那千百亿呢 到底这个身是大身还是小身 是多身还是一身 是变身还是不变身 就是我是普遍的还是不普遍的 是一还是多还是小还是大 所以这个呢 就在突破我们的重重的限制 那如果我们对这个观念呢 有兴趣 你一定要好好的学习禅定 因为在禅定当中 他会突破我们相对的概念 让我们可以从相对 契入到绝对 到了这个绝对的这个真如自信啊 你就会开始发现 什么叫做不可思议 所以如果我们在修学佛法 我们始终用私意的 用能所相对的观念 去观察认识这个世界 永远都只有片段性的认识 想象式的认识 而不是真正体验式的 修正型的认识 这就是佛法不可思议的妙用 也希望大众呢 我们慢慢的在学习佛法 虽然有很多听不懂也达不到 但是佛陀会讲出这样子的境界呢 表示他真有其事 只是我们现在的现实体验当中 太多的自我限制 所以我们不要预测立场 我们先借由佛法来帮助自己 接受自己可能在这个修炼当中呢 有一天你真的能够体会到 什么叫做无碍 那这样子的一种修行呢 就会充满了希望 也许我们下一刻就是我们开悟的伟大瞬间 也说不定 所以先不要认为 佛法讲的都谈玄说妙 因为我们呢 现在希望怎样 同入华葬玄门 那既然这个门呢 玄之又玄 妙中至妙 那表示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不可思议的一个黑盒子 而且这个黑盒子呢 是微妙的 不是危险的 那也希望大家有一天呢 真正能够体会到 自信的微妙不可思议 今天的开示 致此功德圆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